只要是不在我的床上 我在别的地方都很容易秒 很容易睡着 因为我要床 你就想要做别的事 什么事 我又被睡了 你怎么开房间 小孩子羡慕贾静文有性生活 哀怨三年都靠自己来 嫁给自己小九岁的男人 什么感觉 因为我老公是比我大八岁 他就一直在照顾我 而且我们已经三年多了 没有让你去年轻的 是不是三年多 八年左右 因为像我跟我老公 就已经像老婆老妻了 在比如前几年还会出门说 宝贝我走了 然后就 亲一下 现在就连着也都没有 变成就家人 你现在也是到这个境界吗 出门亲一下那天是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 性食味 就是该有的夫妻生活 我们还是会 你难过的时候 这个男人如果在旁边 跟你鼓鼻跟讲一些话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她的性感 她的性感 她的性感 那我就立刻把她的头翻过来 摄我了 下一个的时候她穿白色的背心 然后就是重重的 然后我的头就可以靠在她的肩膀 这样子 你会不会就默默地 就引导她到那个卧室 然后就一直 一直哭 一直哭 哭在床上 不会的 然后就一直要抱你 然后我就慢慢 把腿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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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 为什么 我们在养老 我不相信 真的 你也不相信 还你也不相信 我现在就是直接开抽屉 拿我需要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小单元 那就是终极二选一 老公哪一种时刻 会让你立刻想要拔铺堡 第一个时刻是 那是什么 第二个时刻 是他跟武康人的 第二个时刻 你会太爱武康人 然后他就不停地把 武康人加到我们的对话里面 到底怎么回事 我应该会选择 跟武康人聊天的时候 所以你老公 跟武康人聊天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很性感 老婆 就是 办怎么办 我从来都说 虾 这虾 你很坏 人家题目根本不是这样子 你很贼 对 对 不可以 那个虾面 你想 你想到哪里 你这老店很败 这个虾面 我接受了 我老公给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很性感 我会把他捕倒 捕倒 捕倒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询阅 都是 对 启 volunt 适量 快 不吝点赞